一晚年报三人九次打探对手 费了半条命才打进决赛 最后却因为多踹了一脚就被裁判红牌KO单场驱逐 他是堪称K-1史上最捉死的世界玩者 在当晚八人战被击倒情况下连续KO两位前K-1冠军 然而费了半条命才打进决赛的他 却在把对手击倒后疯狂捕刀时出颜面踩踏 不仅被剥夺全部头衔 甚至赛后还被没收所有奖金和出场费 时间回到2008年12月6日的K-1八人战世界大奖赛 这是巴德哈里生涯首次参加世界级比赛 而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上 就对上了当晚大热的荷兰伐木工彼得阿兹 虽然过去两年 巴德哈里靠着十胜一副8KO的势头 冲上了K-1一流水平 但根本不会有人看好他能打赢一腿 就能踢出836公斤的K-1三冠王 然后没人想到比赛刚开场 巴德哈里简单几个组合就把彼得打到角落 持续十几秒的狂轰乱扎 甚至把K-1三冠王击倒在地 此时比赛才刚开始30秒 那个在雷台上出腿必有死伤的腿王 竟然被面前的年轻人疯狂追击都毫无办法 整整三分钟时间 38岁的彼得阿兹除了被打就是被打 巴德哈里那大开大合的进攻 每一次都能打到对方像个老头一样摇摇晃晃 但彼得阿兹确实够弹奏 被疯狂殴打三分钟依然能熬到回合结束 但此时彼得阿兹已经被打到只剩半条命 进入第二回合依然是被不断狂奏的命运 第二回合开场没多久 甚至被巴德哈里一个回旋飞踢街 凌空飞溪再次打盘 其实这场比赛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但三冠王的骄傲 让彼得阿兹再次起身 可惜这样的坚持只换来两次击倒 然后被裁判叫停 第一场就靠着吹哭拉朽的气势玩到冠军大任 巴德哈里天神下方轻松杀进半决赛 而半决赛上的对手是状态正万 已经保持十一连胜的荷兰战冠军艾罗尔 虽然比赛开场时被艾罗尔一波反击打出气势 但状态凶猛的巴德哈里很快就连续打出五波狂轰 告诉艾罗尔 这是我的主场 潮水般汹涌的重击 让巴德哈里帅气拿下第一回合 进入第二回合 巴德哈里越战越勇 继续压制着艾罗尔发挥 面对对方每一轮进攻 都能非常轻松地反击回去 但似乎巴德哈里有点小看对方的水平 接下来的他越打越随便 回合尾段反而被对手一记重拳轰到地上 这也不是坏事 重新再战后巴德哈里似乎被打醒 火力全开满场追击艾罗尔 窒息的进攻让他在最后一秒 再次把艾罗尔轰炸到地上 而被两次重击的艾罗尔进入第三回合 已经失去90%的战斗力 全程都是在被不断暴揍的画面 就在最后一分钟 巴德哈里一记爆炸中拳 直接KO传进决赛 在决赛上巴德哈里又赢了另一位K13冠王 同样连续两场KO的雷米斑甲司机 而巴德哈里终于在这场比赛遇到了对手 第一回合中断 雷米利用脚步把巴德哈里压迫到边缘 突然一个直拳把他击倒 幸运的是重新再战的巴德哈里 利用一波疯狂的反扑把局势拿回来 而进入第二回合 巴德哈里反复突然满血复活 一般发起怀笑式的反扑 雷米不管如何反击 都会被更疯狂的打回去 其实巴德哈里此时已经胜券在握了 然而就在裁判想拉开两人准备毒鸟的时候 巴德哈里竟然延续补刀 甚至使出颜面踩踏 这样的恶意犯规 让裁判立即叫停比赛 检查雷米的状况 其实这个时候裁判还只是给了环牌警告 巴德哈里只要安静等待重新开始 就能继续比赛了 然而接下来巴德哈里又跑去跟雷米的教练争执 而凶猛的裁判竟然给了K1史上第一张决赛红牌 直接驱逐巴德哈里 而待在角落坐了五分钟的雷米 无缘无故谈音 拿下这场八人战的世界王者金腰带 这不仅被认为K1史上最荒谬的比赛 巴德哈里也在赛后被剥夺曾经拿过的亚军 没收奖金以及出场费 而这也是K1史上发出过最严重的惩罚 再次记录格斗 格斗可以像点一样优雅 拜